女人对这三件事越说不,男人越离不开你 女人在结婚前父母都会告诉自己的女儿 在婆家要听丈夫的话,孝顺公婆 可是现实中,很多女人在婚后 凡事都听丈夫的,尽量满足丈夫的要求 没有自己的主见 反而会让丈夫得寸进尺,变本加厉 要知道男人天生有种征服欲 如果你凡事没有主见,表现得太依赖他 反倒让男人对你失去兴趣 所以面对的几件事的时候,女人一定要学会拒绝 第一件,不要轻易原谅男人的过错 当感情中男人出现了原则上的错误 不要轻易原谅 如果他背叛了你们之间的感情 背叛了他当初的承诺 你轻易地原谅,只能让男人更加事无忌惮地变本加厉 以后会做出更加伤害你的事情 感情出轨只有第一次和无数次 这样的婚姻就会发展到无法挽回的地步 所以当男人在第一次行为不端的时候 作为女人就不要轻易原谅 要让男人真正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要知道当他做出对不起你的事情的那一刻 他的心里就没有顾虑到你的感受 那你又何必去原谅他 天真的认为你的宽容会感化他 女人们你错了 有原则的宽容善良才是好的品质 没有原则的宽容到头来也只能是伤害了你自己 第二,不要把男人宠得像皇帝 夫妻双方本来就是对等的关系 好的婚姻是相互尊重 不是在一起后女人什么事都要为男人操心 当他的保姆 又或者说作为帮他生育后代 生育机器 如果你无底线的对男人好 慢慢的他就会觉得 跟你做任何事都是应该的 稍有不如意便会对你抱怨连连 所以女人们要有自己的生活 要有自己的生活姿态 要知道我们并不是男人天生的保姆 如果你从开始凡事迁就男人 无底线的对男人好 反而会让他更加事无忌惮 为所欲为 第三件 不要只考虑男人 不提升自己 有的男人在婚后 就让女人放弃自己的爱好 事业 专心在家做家务 带孩子 女人们担心丈夫会不开心 便委屈求全 天真的以为 男人会感激你的付出和牺牲 女人们你错了 男人只是暂时的感激你 体调你 当你们的婚姻到了疲软期 当男人开始对你审美疲劳 便会嫌弃你 原始的大男人主义开始引线 开始觉得你是他的附属品 从而在生活中 你就会处在被动的局面 所以女人 无论何时身在哪里 都不要忘记 提升自己的思想 保留赚钱的能力 女孩子一定要记得 永远不要成为谁的附属品 现实归现实 该努力还是得努力 是个人就会有压力 你压力越大 你过得越好 你对自己要求越高 就越能够飞得更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